哈囉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到這個戰錘40k 星際戰十二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這個突擊兵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專精術的 能力的點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起始 專精的能力是什麼 完美閃避時機放過50% 就是 比較可以讓你的閃避製造 槍襲的機會更高 那下面我就大概介紹一下 我會點的能力的 原因 像核心第一個 我是會選裝甲強化 因為這個角色 在 緩衝血條 回復的方面效果沒有很佳 所以說突擊兵會 注重在 裝甲上 那我每次可以使用閃避 或者是招架的時候 獲得槍襲的機會的時候 都可以恢復裝甲值 那對付一些有王的關卡 例如 第二關卡 那個王啊 只要你閃避成功 或者是招架成功的時候 用槍襲的時候 是可以一次全滿 一次全滿你的 裝甲值 那核心第二個呢 我會選擇這個 副武器傷害 因為這個突擊兵 他沒有主武器 他只有小槍 所以說我會 把小槍的傷害再提高 那核心第三個呢 我是選這個 精英型或特種型敵人 我會先 優先去把他們清掉 所以說在這個傷害方面呢 我會先優先提升 那在團隊的技能選擇呢 我是選擇這個 第三個 前面兩個呢 其實 效果都沒有很好 那選第三個的原因就是 我剛剛點了嘛 讓我製造槍襲的傷害的機會更高 然後讓我們隊友 如果也是很會招架 或很會閃避的話 讓他們的槍襲的傷害 也是一樣提高50% 接下來這邊我就是 沒有太多介紹 但是這個我會介紹這個 這個能力就是讓我們使用 陣地衝擊的時候 好像只要 因為有時候會遇到 蟲啊 或者是混沌軍團 擠在一堆的時候 然後都會有小隻的 那個小隻都是 都是差不多 一下就掛了 或者是你的這個 陣地衝擊 蓄力全滿衝下去的話 基本上那些小隻的蟲跟 就是很輕易打死的敵人 他們都會被秒掉 那基本上這個衝下去 就可以讓你的技能 CD變超快 打死一隻好像恢復 10%嘛 那差不多10隻就回滿了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武器選擇 那武器選擇 我是選擇這個 重型爆彈手槍 傷害比較高 那如果你們喜歡用這個 爆彈手槍的話也可以 那他這專精術 我也用出來給你們參考 參考去點 那因為 他的子彈量比較少 所以說我會點下面這一派 那武器方面呢 他有三個 令巨艦 雷霆之鎚 跟動力拳 那只有突擊兵 可以拿這個雷霆之鎚 所以說我就是玩這個 那其實如果你喜歡玩動力拳的話 或者是令巨艦的話也可以選擇其他的 其實這三個都OK 那武器方面我一樣都是選防禦有擋架的 那裝精術方面呢 我是點上面這邊 然後這邊稍微就是點下面 而我不點下面的原因很簡單就是 他這些效果對你的一些 這個錘子用出來的能力是 滿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 在你被一群蟲 或者一群混沌包圍的時候 你會很少機會放到這些東西 反而你放這些技能的時候 能力的時候 反而還沒弄好 就會被這些敵人遭受攻擊 OK 那這個就是基本上 我的突擊兵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展示影片 有我們的大影功能 那孔子是個獨特的 空間 拳頭 熱 donatio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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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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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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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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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